Hello 小伙伴 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标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Hello 小伙伴 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期的大标车 我是徐定峰 当然也是指挥说真话大冰块 通过前两期跟着冰块玩车爱车和试驾环节 相信大家应对我身后这台全新宝马的X3 了解已经很多了 当然小伙伴非常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对于这款低量国产的X3 跟国外进口的X3到底有什么区别 甚至于跟我们之前那辆X3有什么区别 那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拆解环节 当然今天也是非常高兴 还是有请了几位网友来到我们的现场 一会儿还是先听一下我们的小伙伴们 对于这辆X3的初体验或初印象是什么样的 我们才开始我们今天的拆解环节 好 首先我们还是进入这个小小的环节 我们还是非常高兴的 其实来了三位网友 有一位比较腼腆 所以说这两位跟我们一块聊 当然我们还是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两位 能够来到我们监督我们 然后我们包括说能够一起来看 我们的一个拆车的过程 然后其实还是蛮刺激的 起码说上次来小伙伴觉得还是挺刺激的 当然我们今天还是说我们在拆解之前 先让我们的小伙伴聊一下 他们对于这辆车 起码说一个最初的一个体验 是一个什么样的 两位聊一下吧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我们也没有什么台本 真的随便聊 随便聊没关系 哈喽大家好 我是网友 网名叫茶色薄荷 然后比较喜欢大飙车这个节目 谢谢 因为这个真是看了很多期大飙车的这个拆车节目 然后感觉真的非常真实 这个咱们不用吹牛 这是真的 这是实话实说 谢谢 然后那个今天看这台国产版的X3 我自己有一点对这车的一点小意见 就是真是见仁见智 还是您那句话 我看它的外观 就是这个双肾里边 它那个两根支撑梁 有点太明显了 就是真是视觉感不是很好 没有进口版的那个视觉感好一点 我知道 就是那个里面特别明显 那两根那个支撑梁 其实如果说真的就是宝马的工作的小伙伴 如果看到我们节目的话 真是也算是网友提了一个特别好的意见 他要不说的话 我也是没有特别的发现 其实一说还真是 就是说如果说把它涂黑了 可能就会 对对 起码说在整体的视觉感受来说会好很多 然后毕竟买宝马 讲究操控 然后这也是我们这代人的一个梦想 就喜欢驾驭的这种风格 然后确实想考虑这款车 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看看 因为咱们之前拆过一辆进口版的X23 然后今天我就想看看国产版的X23 跟进口版的X23拆完之后有什么区别 就是这次国产跟上一代进口的X23差别大不大 您有没有一个大概预测 就是感觉会比进口的好 还是会比进口的啥 我认为现在评分的标准跟之前有点区别 然后可能会低于之前那款 您觉得会比以前低 行 咱们打赌打个冰棍 好 大家好 我叫钟奎 其实之前一直在看咱们的节目 然后一直潜水的比较多 今天作为一个说实话的网友来看一下 现场见证一下这个拆车的情况 之前也自己有很多 也有过一些车吧 但是宝马的车肯定是自己的终极驾驶的一辆车 您换说话 您是有购买X3的欲望的 对 其实家庭用车的已经解决了 然后现在就是想真正给自己准备一辆车 国外的版本也看得过 但是国内的 因为这个刚刚要出 所以特别关注 然后就是想看一下它的情况 然后没拆之前的话 我觉得感觉下来吧 中国一直以来 这个合资车的水平 可能是有一些忐忑的 所以今天就是更想在大冰块这 看现场见证一下 行 然后也是简短的聊一下 因为我们后面的节目时间还很长 当然我们在拆完之后 也是还是会请小伙伴来看看 第一是要监督我们 如果去评分的 这还是那句话 不吹不黑 车好与坏度 它就在那 看看跟您的预期 是不是一样 当然相信这也是很多小伙伴 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好 那么现在正式进入拆车的主题 刚才也是小伙伴 简单的聊了一下 他们大致的对宝马X3 一个之前的一个预判 算是 当然我们之后 还是还有一个最后的得分 相信如果说 看过前两期结构的小伙伴 一定都知道 这辆国战以后的宝马X3 我们买的是一个最顶配的价格 就是最顶配的车型 是58万5千8 的确这个车 索性买 就买一个贵点了 当然还有一点 就是在我们之前的环节里面 会把它的大部分的功能 跟大家去做多的一个展示 当然说对于这个车 我相信 无论低配高配 这里面东西应该都是一样的 它差别的 已经仅仅是一个配置问题 好 还是老规矩 那在说前后防御梁这件事之前 还是说说发动机舱里面那件事 先说一下材质吧 其实刚才我也是测了一下 对于这辆宝马X3 它的引擎盖和翼子板 还有前门都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 这个在我们评分表里面 会有相应的一个评分 从豪华车的角度上来说 我大明华会认为 它至少要有一部分材质是铝合金 它说全铝的会更好 但是这东西也是 鱼翼熊掌不能兼得 那唯一的缺点就是 如果说碰撞以后 它维修成本的确是有点偏高的 我还是会始终认为 这是一个豪华车 你该应有的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车的价值本身就很高 所以说它的维修价格相对而言 也的确会很高 这是一个成正比的东西 您说你一个 说十万块钱的车 用一个铝合金的 这个实在有点说不过 就是因为你要会考虑 之后的一个维修的一个成本 好 这就是铝合金外壳 这点事啊 好 我们还是回到发动机舱里面 那这辆车呢 还是同样是一个B48的发动机 我们这个是一个最高的功率 那具体说开起来怎么样 没有看过之前试驾小伙伴 记住还是要关注一下 我们公众号大别说 然后去看一下前面试驾 还是简单的 从走到要跟大家去浏览一下吧 那首先 玻璃水是这个位置 最靠左边是一个蓝颜色的盖 这个还是比较标准的 所以说再次提醒这个玻璃水和防动机 千万不要加混 基本上一个双仓式设计吧 是因为这个是一个仓石 这块能看到的 那边是一个仓石 那这辆车是一个四驱系统 它是一个纵直式的发动机 好 我们把发动机罩打开 它里面是这种棉质的材质 跟我们之前看过那些新棉 还是有些不太一样的 这个更多是一个发泡的材质 这就是它的一个发动机盖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辆呢 跟我们之前那辆三系的B48式一样的 也是水冷式的中冷 所以说呢 看到它有两个小水壶 那大的这个水壶呢 也就是膨胀壶呢 是它整个的一个散热系统 那这个小的膨胀壶 是它的水冷式中冷的一个散热系统 那的确我们在宝把三系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 在那个时候 的确是我们看到有网友去说 它的这个小水壶 这个房东液会亏得比较厉害 的确呢 我也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也是看了很多网友的一些回馈吧 其实呢 更多的是它一个水泵 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水泵 它的密封胶圈会有问题 但是在后期的B48里面 都没有这个问题 是因为的确对于宝马而言呢 他们也是看到了一个相应的问题 也去解决了 如果说之前 这个B48发动机小伙伴 如果说你会发现你的这个小水壶 亏得比较厉害的话 直接去四台店 如果说发现是那个胶圈 老化的话呢 或者有问题的话 它会直接给你免费更换的 所以说呢 这一点大家不用去过分的去担心 其实我当时就在我们拆三系的那个阶段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 这里面会漏 这个如果说漏的话 还是非常要命的 如果说是水泵漏的话 它起码是漏在了外面 不是漏在了里面啊 所以说呢 大家还是去看一下 说这个不用特别特别的担心 如果说发现了以后 去四台店 四台店会给你去解决问题的 好 就是这一个发动机的事儿 这个有一个方盒 这个方盒呢 算是一个斜阵枪 其实这个斜阵枪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 它的进气系统在这儿 这一个箱里面 其实是有一部分的储气能力的 如果说涉水 你的水淹到这个进气口之后 在短时间内 这里面的空气 能让你发动机 再去喘几口气啊 不是说是像一进水 啪 马上就灭 这个的设计有点像发现物 它在它的引擎盖上面 也会有一个这种储气枪在里面 这个也是有类似于这种设计 所以说呢 这个车从涉水这一块来说 设计师还是会多考虑那些 好 这个基本上就是发动机舱里面这件事儿了 说到这儿呢 相信大家会非常好奇 哎 好像缺点什么东西啊 的确啊 这辆车是没有上面的隔音棉的 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 是通风减料吗 难道国外的跟中国的就是不一样吗 的确啊 就是我一开始之后 也会有这种疑问在里面 所以说呢 我们就查了很多资料 但是呢 国外的版本呢 它也是没有这个吸引棉 相信啊 就是中国的某宝是伟大的 如果说你觉得 哎呀 还是有一个比较踏实的话呢 去某宝去查一下 我相信应该是会有这种 所谓的相应的配件 但是说起码说从原厂设计而言 它就没有设计这个相应的吸引棉 它的后面的防火墙的级别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棉 对一直会延伸到这里边 但是它就弄得铝布的材质会比较少 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大新棉 小铝布的这么一个级别吧 双左扣标准的豪华车的配置 并且这块是有行人保护的 那个隆起的装置 当时呢 对于这辆车而言 我相信 那个如果说被炸开一下呢 维修成本的确不会太低 是因为毕竟实际上饱满了 它的维修成本的相对而言呢 也的确是比较高的 好 那发动机厂里面就跟大家去聊到这么多吧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把它的前后防撞梵皮拆掉 看看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 那么现在呢 就是都拆完了啊 跟大家去说一说我们梁德的分数啊 当然的确呢 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呢 都是自己在拆车 所以说呢 更能够去评判吧 算是一个车的好拆与难拆的这个难易程度 这样宝马X3呢 相对而言是比我们之前拆的辆炭哥要容易拆一些 但是呢 还是说德汽车呢 相比日汽车来说要难拆一些 但是这辆车比炭哥来说要容易拆一些 好 我们现在还是跟大家去念一下相应的分数 首先它的行人保护泡沫是有的 是在这一块啊 当然说呢 这个看起来不是特别的饱满 但是它的确是够长 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无论是怎样 无论是这个泡沫大也好 还小也好 但是呢我还是会希望无论是多贵的车或多便宜车 都需要有这个东西来去保护行人 其实呢不光是保护行人 其实对于你自身来说呢也是有优点的 是因为你撞一下以后 那如果说里面是塑料是铁片 你的外面那个杠会直接坏掉 它桌上还是有缓冲的 那我们看到啊 就是非常明显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 其实可以看到它是非常宽的 那距离数值是多少呢 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去聊 前防热梁的厚度是一个1.85毫米的厚度 在我们的评论版本是多少 还是要看我们最后文章里面 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项 因为铝合金是有厚的也有薄的 其实这种工型的工艺相对而言 的确会更难一些 对于铝的塑形的确会更难 因为铝的温度是比较低的 如果说车身是铝的话 大部分是用某丁去某的 包括说航空也好 还是别的也好 其实钢铝混汗是一个非常难的技术 到现在为止 我们也仅仅是看到了 就是凯特拉克是用钢铝混汗的专利的 而大部分的都是靠某丁去某 所以说就知道 其实铝的包括说维修 包括说塑形 它的成本都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它有一个这么弯的一个工型 第一 它的确要达到相应的宽度 这个宽度呢 是148 而前轮的宽度是182 占比81.32% 达到了一个5分 真的这也是近期而来 不多的一个能够在宽度上面 能够达到一个5分的车型 如果说侧面碰撞的话 这边会对它的悬挂保护会好一些 会好很多 尤其是宝马的前面悬挂 的确会更精密一些 当然我们在底盘的时候 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当然所谓的缺点 就是制造工艺和制造成本 相对于人比较高 好 这就是一个前面的防烧梁 下面是有副防烧梁的 所以说我们会有一个相应的加分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副防烧梁是一直延伸到后面的 所以说我们只说到现在为止是预计 预测它的辐射架是一个全框式的 或者至少是一个H型的辐射架 因为很多的副防烧梁是跟主防烧梁是连在一起的 这样的话 其实如果说碰撞的话 的确下面的部分会更多的可以吸收相应的撞击的力量 好 那防烧梁到水箱的距离这也是目测就制造比较宽的 妥妥两全的距离 它达到了一个185.99 那五分满分也是相近得到了一个五分 我们从来不会去平派一个车所谓的安全与不安全 这个是碰撞机构去做的事情 还是那句话 公平公正的碰撞机构得出的分数才是最正确的分数 当然说有没有放水的 不再多说了 相信小伙伴的心里面也会有相应的一个尺子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会量这个距离 还是一句老话 在低速碰撞的时候 你谁愿意我轻轻一碰花几万块钱去修 都会愿意我轻轻一碰 可能防烧梁我变紧了 我就换个防烧梁就好了 虽然说的确对于帮马而言 这个铝防烧梁肯定也不会太便宜 但是我相信后面会更贵一些 我们的确看到有些车型量纸的厚度 轻轻一撞就会损失比较大 它的吸能盒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方形的 同样是铝合金的材质 也是可拆卸式的 它这种吸能盒跟我们看到的一些日系的吸能盒 其实是不大一样的 日系吸能盒更习惯于放在上面这种某钉去某 而德系车它的确更习惯于这种横向某钉去某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是三颗某钉 三颗某钉是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的确又会看到很多 只有两颗某钉 因为三角的是最坚固的 我会认为两颗的话 我都怕撞完了以后 吸能盒还没等到 里面螺丝断掉 但是说这三颗螺丝 相对而言是比较坚固的一个结构 但是就在我去用磁铁去测试这个吸能盒的时候 我会心气的发现 它的重量一直连接到后面 也是铝合金的材质 后面是不是铝合金的材质呢 我们在底盘的环节 我会继续向后探索 到时候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答复 至少说我们看到 除了这个铝合金的吸能盒 它车身的这根重量 到现在为止我们测到的材质是一个铝的材质 好 这就是一个吸能盒这点事 其实前面数据这块就跟大家聊到这 其实数据之外还是有些东西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个数据之外的东西 就是我手上这根行人保护的泡沫 行人保护的泡沫 很重要 重要事情说三遍 大家看到里面又是一根管 这根管的确我们在领克02的时候 跟大家所谓猜过一个谜题 那今天就不给大家猜这个谜题了 这根管的作用 它的两头有相应的气压传感器 是因为这辆车有行人保护隆起的功能 所以说我们现在会看到更多的 带有这种行人保护引擎盖功能的车 会越来越多用这种气压的方式 去判定保护的措施要不要弹起 这边有一插头 那边又一个相应的插头 这两边有一个相应的传感器 然后这个是一根非常长弹管 这根长弹管是贴在铝格金防烧梁上的 大家去设想一下 如果说以前你在没有这个装置的时候 它是靠气囊传感器去判定它是不要炸开 如果说我撞了一块石头了 炸了 我可能撞车了 也炸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更多的作用是尽可能的去让保护行人的引擎盖 不要去误炸 就是不要去误抬起 因为抬起一下的确还是挺贵的 对于对上宝马来说 我觉得得几万块钱 真的可能还是会比较贵 因为人是一个比较软的软体 撞人和撞石头和撞车 它对于气压的变化值是不一样的 当然对于宝马也好 还是对于我们之间拆过尿领克02也好 它的气压变化值也是 公众师们 几百次几千次是几万次计算出来 才会有一个最准确的 这辆车知道我撞的是一个人 而不是一个石头 所以说也是这个装置是尽可能的 让这一个非常昂贵的措施 而正确的去用到相应的一个事故上面 而不是说像之前的 我撞了石头 几万块钱没了 这个的确每个人都不太愿意去看到 所以说也希望我们之后看到的 行人保护隆起的引擎盖 这种装置都要有这种气压的 我可以现在来说 如果说以后看见 没有这种气压装置的 行人保护隆起紧盖 就是耍流氓 是因为你撞了一下以后 你就几万块钱没了 好 这个是前面这件事 我们现在去后面看看 看这辆车后面是什么样的 好 那么现在就来后面 跟大家去聊聊我们刚才梁德的数 首先可以看到它是一根钢材质的防烧钢梁 那它的厚度是2.16 就2.16其实真的不算薄了 它应该算是一种棍压的形式 但是它也跟我们看到那些日系的棍压又不太一样 因为它的防烧量是非常厚的 当然我们会把它当成一个叫做单层棍压的这种方式 但是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是冲压的话 它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角度 所以说我会觉得它更多的可能是一个热重型的一个钢材 如果说热重型的话 它这个钢应该是一个高密度的钢 好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表象 当然我们还是会拿我们的评分规则去进行相应的评分 好 那它的防状梁的长度是97 那它的轮宽是184 它的占比只有52.72 那金层盒也是钢的材质 有诱导 有打孔 可拆卸式的 并且它的后面的防烧梁是要多于后门的 所以说这个呢 它的防烧梁也还算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吧 从工艺上面来说 从厚度上面来说 和这种凸起来说呢 基本上在我们的评论标里面呢 都是有相应的得分的 好 那后面呢 其实也有这么多吧 真的没有什么过多的说的了 那么现在呢就来看看 这辆车的前后防烧梁 那它的总分到底是多少 好的 那在满分是60分的情况下 那这辆车最后的得分是42分啊 真的42分是一个很高的成绩的 也是很久没有看到这么高的分了 因为在拆下这辆车之前呢 其实我们也是仔细的对比了 国外的这辆X3的一些数据啊 包括说我们从视频上去分析 包括说从一些图片上去分析 其实有几点是我们会认为 对于所谓国产以后 非常容易所谓偷工减料的地方 第一呢就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看到了 里面没有引擎盖的隔音棉 这个呢我们也是的确翻了国外的资料 的确是跟国外版本一样的 第二个就是厚防热梁 的确我们在宝马的其他的车型上发现过 国外是铝的那国内的就变成钢的材质了 但就算我们也是翻阅了国外的一些资料 发现对于这辆X3而言 国内跟国外的厚防热梁的材质呢 一样是钢的材质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量国外的后面防热梁是多厚 但起码说我们可以断定国外的厚防热梁呢 也是一个钢的材质 那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呢 就是这根负防热梁 至少到现在为止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减配的地方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 对于这样X3而言 现在它是保留了负防热梁 当然说呢在我们的平衡团里面呢 也会有一个相应的加分 之前啊的确我们在某些车型上看到过 类似于这种减配的情况 那有些我们把它当作所谓水军也好呢 还是当作这个网友也好呢 他就会说啊 说这个国内的啊 这个是运动车型 运动车型呢 就有像这个车一样去给刹车盘单独通风的一个进气道 因为有了进气道 所以这根负防热梁是不能够有的 是因为它碍着事了 但是这辆车为什么又有负防热梁 又有这个进气道呢 所以说呢又再次啊 啪啪的打脸 就是因为减配 就是减配 好那这个呢 那就是这辆车前后防撞梁 这样的事 当然的确啊 42分 的确是一个不低的分数了 当然那对于这辆车而言呢 其实底盘我会认为是更加重要的 的确呢 对于这辆车是全新一代的宝马的X3 它用的是叫做Clear的一个模块化的平台 那这个模块化呢 的确跟7系也好 5系也好 都是有一些关系的 那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包括说我们在刚才讲的 那根重量 至少到我现在这个环节看到的 它是一个铝的材质 那它到后面 是不是会有更多的铝的这种材质呢 那我们就是明天啊 就是底盘这块跟大家去讲的 好那今天呢 大名块呢就跟大家聊到这 那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说自己做的大名块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说真话大名块 那我们这样X3的底盘再见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视频呢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呢还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